整個邏輯還會更加的嚴謹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在這本書裏面補上債券投資 尤其是債券的資歷率最快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這本書希望幫助讀者成為策略型的投資人 那什麼叫策略型的投資人 這部分可以請報大為我們再做一些解說嗎 所謂的策略型投資人就是說 我們在做資產配置的時候 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規劃 跟一般的由效而上的選股思考是不一樣 一般的投資人進股票市場 第一個思考到就是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但是對策略型投資人來講 他會先思考 現在我到底是要買股票或是買債券 或是我現在股票的比例或是債券的比例到底要投入多少 先決定這個資產配置的一個邏輯 先把它釐清之後才進入這個選股的一個階段 因為其實事實上投資會不會成功 尤其是比較大部位的投資人來講 會不會成功他的報酬率 投資報酬率的高低 事實上先決定於資產配置的比例的一個比重問題 地區或是各種資產的比例的一個高低的調整 而不是在投資標的一個選擇 比如說股票市場 如果在2008年的520之後 你充實買到是聯發科 他一樣可以跌到180塊的股價 他一樣可以從四五百塊一直跌 所以你買到好公司沒有做好 但是當你的這個緊急循環沒有掌握好 你的策略性的一個配置沒有做好 他一樣是會大跌 所以做投資其實 他資產配置 事實上是比選股還要來得重要 其實他是應該 這個思考是應該擺在更前面的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的 你會懂得做一個策略性思考的人 你不會因為短期的一個 這個市場的波動或是股價的波動 你就會做出一個這個錯誤的一個決策 那相對的你在做投資的時候 心裡面也會比較踏實 你不會每天好像對於盤面的一個變動 好像變成這個 所謂的很神經質啦 或是緊張兮兮的 像以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目前來講 投資對我來講其實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我也不用每天一定會花這個好幾個小時 一直在盯緊盯的盤面或是推進市場 因為當你很清楚了現在的景氣情況的位置 大概在哪一個地方 事實上投資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在緊盯的盤面的過程中 事實上你可以把很多的時間留下來 去做更多的這個思考 甚至你可以去享受你的人生 如果有辦法把這個理清之後 我覺得投資這件事情 不只可以幫人家賺錢 它甚至可以豐富你的人生 那我們獵報財務長投資羅盤的書裡面 我們把一些看起來好像很零碎的經濟指標 然後再特別用一篇的篇幅來把它串聯起來 結合成四部的循環圖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在其他的著作是非常少見的 那很有效的幫我們讀者把整個經濟的資訊給他組織起來 那麼書中採取的大多是美國的資料 那未來我們是不是會有整合我們台灣的經濟指標 還或者是說中國經濟指標或其他國家的其他地區的指標 做成一個相似的關聯圖來發表相關的著作 或者是說其他的比如說講座之類的 這是有可能的 那之所以會以美國為主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的經濟數據 它是比較完整的 而且它的經濟數據的可信度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一個它的市場是全球最大的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客觀性的因素 那至於像中國 台灣的經濟數據事實上其實也是蠻完整的 所以在我們這本書裡頭 我們也有提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總體經濟指標 在台灣的這一塊 那至於中國大陸現在其實也慢慢會慢慢增加 只是在這本書裡頭 我們用的目前是比較少 在我部落格裡頭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經濟指標 事實上是越來越多 那它可以可供的這個看看 我信的一個價值也慢慢再提高 但是畢竟跟中國大陸 跟美國比較起來它還是有一點點漏差 那這些所謂的循環圖 大部分其實都是前面我們講過了 總體經濟的一個分析跟邏輯思考 然後把它串接起來 讓大家整個在思考經濟景氣循環的過程中 一個邏輯性的先後秩序會更完整 所以透過這些圖的一個串接 我想可以幫助讀者更容易接受 總經、總體經濟分析、投資策略這一塊的一個範疇 它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一個生硬 那當然我們這本書裡面 另外那個薛教授 他也透過很風氣的一個對話 就像前一本書 我們兩個合作的前一本書 這個藏寶圖 投資的這個藏寶圖 大部分偏重於財務廢棄 它也是透過那個對話 一個很風氣的一個這個鋪陳 可以讓本來不是商學院的領域的人 比較容易跨進這個領域 那你讀起來也會比較生動有趣 所以我想這本書 花了蠻多的那個我們薛老師的一個心血 當然他也整理了很多的那個 過去的一個這個資料 那我們在文末的這個後面也有加進去 最新的大概有將近20種的總體經濟的一個這個數據 跟市場的食物的那個 所謂的股價指數的一個這個對照圖 那這個部分 其實是對於這個讀者 來釐清目前的這個總體經濟指標 跟市場的一個關聯性的一個分析 我想是生計價值 大家如果你真的最前面 覺得要花很多時間去讀 那你直接跳到最後面去去看這些圖表 我想對於你了解最新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情況 跟中體經濟的一個情況 應該會有很迅速的一個幫助 包括這本新書適合就是這樣子的那個目標 你有沒有設定什麼樣子的目標讀者群 我想這一本書 那個跟前面的 列爆的這個 長寶圖才會分析這一關 事實上 對一般的這個投資大眾 事實上是相當適合的一個這個書 它並不是針對一般的財經專業人的這個 而來寫 不是只局限於在這個商學院的這個讀者 所以我相信你如果不是這個商學院的領域的讀者 你想要了解投資怎麼這樣做邏輯思考 透過這一本書 事實上你可以慢慢拉近跟總體經濟分析的一個這個距離 所以在我的那個序文裡頭 我們就有特別強調 事實上這一本書不是總體經濟的教科書 絕對不是 總體經濟的教科書是相當一個生硬的 我們這一本書 它事實上是跟市場是十分貼近 也就是要跟市場做一個這個食物的一個貼近 那對讀者來講它才是一個有用 有實用價值的一本做那個書籍 那我想對本來市總體經濟指標 我也很生硬的很難接受的很難這個 親近的這個讀者來講 它是一本可供選擇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這個書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這個授予報告 那我們謝謝報大利用獵豹財務長投資羅盤這本書呢 來跟我們分享 那有關於如何去做一個有邏輯的策略性投資 謝謝報大 謝謝 謝謝 薛教授好 薛教授好 薛教授好不容易喔 我們又等到了一本新的著作要出來了 叫做獵豹財務長的投資羅盤 那請問教授這跟我們上一本書 投資長寶圖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投資長寶圖它基本上叫大家挑到好股票 然後可以藉由這個挑到好股票 第一個避免地雷 第二個可以賺到一個不錯的一個報酬 對成功的方式 一般努力 但是但不便是找法 有避免地雷 對成功的方法 我們現在是找法